歡迎大家來到文物探知館參與我們10月份的廟委員會的廟宇文化講座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廟宇與神功次仇 我們很榮幸請到紅雲壽裝第二代傳承人王國興師傅為我們主講講座 講座先開始 也要感謝文物探知館協辦提供場地 也要略略介紹華人廟委員會 華人廟委員會是根據香港法例第153章在1928年成立的法定機構 我們委員會主要是直核的24間廟宇 大家可能會聽過的 可能是新年期間聽過的沙田車公廟 或者是觀音開庫期間聽過的大坑蓮花公和紅磡觀音廟 都是我們委員會下廟宇 今天我們的題目主要分為兩個環節 師傅會先做一個講解 在講座的尾部 我們會有一個大約10分鐘的即場示範 今天師傅帶了很多撤壽品來 稍後時間師傅講解完的時候 我們也會傳閱 但也要先說一聲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手工的東西 可能大家傳閱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盡量不要損毀他 多謝大家合作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王國興師傅 為我們講解 今天的講座 大家好 我是王國興 首先簡單介紹我自己 我也是成全爸爸做壽裝 然後我們會自己開工廠 接著接觸到原來是我們廟宇的授花 原來是怎樣的程序去授 其實如果說關於廟宇的歷史 或者其他方面 其實很多資深或者很多專家 會比我們更清楚 但是如果說廟宇用著 供奉或者裝飾廟宇裏的刺繡用品 相信我們可能會比較 有些歷史或者資歷可以更清楚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做工廠 一直都在接觸著 就是我們這些刺繡是怎樣需要授出來的 另外就是我們接觸了這麼久 就會發現原來是供奉神明 或者廟宇裏 除了我們會帶很多 生果、香粥、燒藥去供奉它之外 原來也有很多善信 會帶一些刺繡用品 例如神衣、天后的衣、天后穿的衣服、觀音穿的衣服 掛起來就是橫飲蚊帳 原來也有很多刺繡用品 可以供奉神明和裝飾廟宇 讓神明可以像裝飾扮靚靚 讓人進入廟宇裏 覺得有一種比較莊嚴或者漂亮的感覺 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不是很專門去跟別人解說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專門去售花 可能你跟我說售花怎麼售 我可能說得很順暢 這裡就不好意思 讓大家包容一下 可能說得比較鬆鬆鬆鬆 盡量盡我的經驗 知識和講解一下 其實我的專長是在售花方面 還有這次我們為何要開講 其實可能是不同的廟宇 或者不同的神明 他們可能穿的神衣 戴的神帽 可能是有些不同的 我們有做開我們傳統的 因為我們做了剛才的歷史也少了 可能就是由我爸爸那代做到 我們都做了四十多年 一直都在見證或者看著 因為現在的廟宇開始有些變化 不是很跟我們傳統的做法 所以我好像有點著急 想留一些資料給你們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 以前我們承傳做開的那些是做些什麼的 現在的廟宇可能被人弄了一些新潮的擺設 可能是跟我們的比對 我們也不敢說哪些東西好 或者哪些東西不好 同時我們一會說下來的時候 我也會說的 因為其實每一間廟用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一定的 就像我們去裝飾或者穿衣服 它是基本上比較隆重的 可能是用紅色的 可能是用白色的 但是你可以送黃色的 送其他顏色的 它都可以接受的 這件事我們都在我們舊承傳的方面 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再新潮到現在的那些 古靈精怪的那些 叮叮叮叮叮 好像戲服大戲那些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誇張 好 我現在首先講講廟宇 一般會用到 就是剛才說了 除了我們 或者是生果 或者是香粥 或者是燒肉 其他我們都會 敬奉我們那些 刺售用品 裝飾那間廟宇 大致上 在左邊這邊 你看到一間廟宇 也擺滿了我們的刺售用品 之後 當然會好看很多 而且整個 裝飾或刺售方面的表現 也會好看很多 或者我從最裡面講起 譬如現在我們看到 這是天后阿瑪的廟宇 它穿的神衣 正常應該是紅色的 瘦的花應該是五條龍的 中間有試過 會轉黃色 剛才我講過 都是視乎 善信 或者是視乎 那間廟宇 有時他們的習慣 穿著什麼 但最傳統 最基本的 就是剛才我講的 就是大紅色的 五龍的神袍 就是大紅色的天后衣 就是大紅色的天后衣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基本的 最傳統的天后神衣 我的右手邊那件 就看到是白色 它都受蓮花 應該都猜到 應該就是觀音的神衣 就是用白色的 它的頂帽也有些不同 現在我一次過說 天后阿瑪用的那頂帽 我們就叫做平天官 它的頂是平的 有些小豬 還有一個圍觀 因為看照片 可能沒有拍得那麼清楚 有件小的神核在那裡 其實它似乎就是我們菩薩的大細像 我們會特身訂造他的頭圍的大細母 其實做一件神衣 也是我們奉獻神的誠心 我們都會用心去做那件事 那就回去吧 神衣大概 香港的廟 最多人敬奉的 也有說了 會是天后、觀音 或者也有很多關帝廟 關帝廟今次 照片沒有預備到 關帝廟是穿綠色的 也是用龍袍 還有很多包公廟 包公廟通常我們會穿黑色的 也是一條單龍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是組織得太好 但意思我是知道的 但我可能講得不清楚 這些有時候 菩薩那方面 有時候因為它那個 要怎樣 因為它有時候不是很方便 整套衣服換 或者七身的時候 可能它會很大塊 有些座椅等等 可能整件 剛才那些座椅 好像人穿衣服一樣 要整件套衣服 要整件套衣服 它這個就是一個披風 也是當成神衣的一部分 有很多都會穿神衣 之後再加上這個披風 有些由剛才說 有些如果不是太方便 或者簡單一點 就這樣穿一件這些披風 都是一件神衣 是一件神衣 我們回到廟 神衣 前面那邊 頂上通常都有横飲 横飲 横飲通常 現在這間廟是黃色的 正統很多都是用大紅色的 黃色大紅色都多人用的 不過紅色還會更多 紅色底 因為它要表達到或者修飾到 阿馬賽後面 其他位置有一張披像 披像通常有幾種做法 披像通常有幾種做法 現在好像這張 有些瘦的花 可以瘦的龍 鳳 這個選擇了瘦梅花 其實這些都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 這些不是很重要的圖案 會特別指定 是這樣的 其實長番之後 應該是 兩旁邊 也有很多時候還有一雙長番 這裏就 這裏就沒有拍到一雙長番 我繼續說,他在供奉的桌子上會放一張台圍 一般天后用的桌圍多數都是這三個圖案其中 就是雙龍、龍鳳、八仙等 其實這些圖案為何會是這樣的? 或者是否特別指定? 其實就是我們一直做下來 正在承傳他都有這些圖案 其實他的圖案特別的意思是沒有怎樣指定 全部都是吉祥或祝福的意思 台圍 他通常會有很多桌子 很多桌子都會擺放 每一張都會鋪一張桌子 當作裝飾 看到我右手邊這張比較特別 這張叫補番 不是很多廟都會掛這對補番 他掛的位置就是在出一點點的左右兩邊 掛出來也挺好看的 一天廟的時候看到一對補番掛在那裡 這對補番包含了很多東西 這補番包含了所有的燈籠的位置 一個一個罩的位置 有一層層下來 分了四層 六個角裏都有一個小燈籠 下面也掛了一張長番 這隻小廟會有看到的 其中香港有幾間廟都會用到 現在這一間在荃灣的六陽村 有用到補番 這個補番其實也說了一點點 補番其實有一段時間 因為它少人做 和它都比較複雜 其實有一段時間 都失傳了少許 它之前找我們去做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研究舊那張 慢慢慢慢地 這張也花了很長時間 因為它首先要確定之前 要做的那些元素是我們怎樣找出來 以及每一個花的意思是怎樣 我們都盡量找出來 現在做出來的 現場效果也是很大 是很好的 剛才說得快了一點點 其實就是神衣裏 可能是不同的神明 會穿不同顏色的神衣 不同圖案的神衣 這個披風也可以用披風 說回這張照片會比較清楚 其實整套神衣都包括了很多東西 除了它有件衣服 它會有條裙子 然後還有肩 還有腳帶 還有一對鞋 或者鞋 都是視乎每一個神明 每一個配搭都會有獨特的配搭 剛才這件衣服應該有一點點說錯 剛才這件是配黑香 是一個藍莊的鞋 它配的圓肩嶺 是一個藍莊的服飾 女裝通常就是這些竹葉肩 或者是一些藍莊 女裝或者是一些藍莊 這張可以看到 剛才說 她那一對有五條龍 另外那兩條龍在手袖上 穿起來的時候反過來 整個看到神明的時候會有五條龍 這裡你看到 其實剛才我都說 一送給神明的神衣 她可以有很多的配搭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但都是一些很意頭的吉祥的花樣 但她也可以有不同的配搭 或者是瘦花的款式 所以都會令到那件神袍 看起來每一件都可能是彩色 或者是多漂亮 或者其他不同的視角 這張是專門給觀音使用的 我們叫做鳳觀 它比較簡單 這些都是現在變化了一點 我故意拿出來 會做到整件大器器服 其實我們不是很... 都不要緊 其實都是送給神明 都是一個心意 是的 但我們都希望你們認識 原來以前那些 都是會用紙皮做 會用人手剪些用球出來 我們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以前那些款式 大致上都會是這樣的 不會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很多豬 很多花洞 那些衣服 不會搶到那件衣服 或者搶到菩薩的風 這個不用理會 然後 剛剛 很多時候我們在神明後面 會有一把余扇在樹 我剛才沒有說到 這個余扇也是... 有時候看到我們有時候 看到皇帝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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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三位皇帝 都會搏搏搏搏搏 它就是這樣的作用 也是一個裝飾 也是我們奉獻一個心意 こう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會放一把余扇 至於婁陣 我今天都會帶著一把迷你 小把的過來 方便我們才會發現 否則到時我單把這麼大把 要似諸八怪 單糧薩做ня 力量試着 桌上瓶 都很好笑 這樣就... 那麼... 有多少神灵的廟 我們一直做了這麼多年 我沒有想起 其實很多都做過 最多都是天后、觀音、關帝 這幾個比較多 每一張神像都可以花點心思 或者做得更漂亮 你看到它有一個黃色的蚊帳 蚊帳出來就可以看回神灵的樣子 然後兩側邊還有瘦條龍 這個掛出來也會很漂亮 這些都是台圍、橫飲等等 是不同造型的 我們稱為蚊帳 可能比較傳統一點 沒有那麼多花巧的名詞 總之就是神靈前殿 不要遮蓋它的蚊帳 但平時又好像有一套蚊帳 就比較莊重一點的感覺 這個就載了一個拱形的 現在其實我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做給廟宇的 這些都算是供奉的物品 都可以用自己的心思 它都沒有規定 但有很多東西 就不可以 離開我們 承傳的文化 的 框框 就可以 通常都會是 八仙、龍、鳳 這裏 這裏可以看到 剛才我還沒有說 原來我們還有財神的袍 財神的台圍 如果財神的台圍 我們又會設計一些 可能有五個福祖 又可能有金錢 還有太歲 我們設計時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美觀的設計可以做下去 上面是做一個黃色的頭 瘦了八仙 下面會瘦了一條雙龍 有時候這些拿出來 有時候你們不會說 很多間間廟都會走勻 或者看勻 盡量可以給多些相片 或者資料 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原來 廟裏送給他們的那張橫飲 台圍 原來都有很多 善信的心意 都可以做下去 這些都是一般普通的台圍 我剛才說的好像比較少 長番一般都是放在廟長的旁邊 因為它比較大對 它可以放很多對都可以 廟就會用長番 都是用來裝飾的 可不可以放大看到 你看到那些字眼 長番的字 其實每一個菩薩用的字都未必一樣 大致上一般都是 最多都是 天后阿瑪的 或者觀音的 天后通常會用 互國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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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元君 那樣 那樣 這些字 通常都 禮牌用開 傳統用開 都不會怎麼改 然後 觀音的 就是慈航普道 觀音菩薩 然後 關帝又有一些款 我一下都不記得 其實每一個菩薩的長番 擺出來的字都不一樣 這個就是 可能會是少見的 這個就叫羅傘 有時候在廟裡 在外面有一個位置 給他擺一個裝飾 他主要的作用就是 出巡的時候 原來阿瑪經常都會出巡遊 他有時候可能會 他有個行宮細細的 通常都會 帶這個行宮出去 可能去看大戲 或者去戲棚 或者接他 通常一般我們 只要是 請菩薩要動的時候 通常都是 最大的機會就是 請菩薩、請阿瑪去看戲 我們每年有個天后彈 或者其他東西 我們會有個戲棚 做戲 給我們的神明看 我們那時候就會 請阿瑪去看戲 我們請阿瑪的時候 就像我們以前皇帝那些 有些儀仗隊 有些前頭部隊 有羅傘 有御仙 有些頭牌 有些旗幟 要好好當當地 請我們菩薩去到戲棚的場 可以看到 我們為他準備的大戲 這個羅傘 主要都是這樣用的 用完後 有時會放在廟宵 側邊的位置 有時候一入廟很靜的時候,剛才你見到是未必看得到的 可能在旁邊的旁邊掛在這裏 這些是一些特別款製造訂造的螺散 一般的螺散都是一般傳統的 這裏可以看到,出巡的時候,兩邊拿著螺散,兩邊拿著巴仙 然後馬就坐在那裏,然後迎照馬,一般都應該是去欣賞我們為他準備的大戲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例如搭了鵬之後,或者有很多慶典 都會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旗幟 這些我們一般叫三國旗就算了 以前也叫大單旗 這些三國旗就算是一般的善信或其他菜式 都會在整個周圍範圍內 都放了旗幟,令到整個場面很熱鬧 尤其是如果有起棄棚的時候 棚頂也有棋,棚頂會有三支棋 然後周圍那裏全部都會放了旗幟 三國旗裏可能會做很多顏色 現在我看到那些大部份都可能是 有些國術會、龍舟會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有很多喜慶的日子 慶祝的日子都會用到這些三國旗 另外廟中間有時會插些令旗在那裏 令旗的意思是 可能菩薩也要替你做些事 或者要指定其他下屬去幫你做事的時候 他就有個威嚴拿著令旗,像我們去打仗那樣 諷之令旗可以指揮到 可以幫助神明做到一些事 令旗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留意到廟有些小的位置 在旁邊有一個桶 他們就會插些令旗在那裏 令旗都可以做了很多顏色或很多款式 視乎那間廟以前傳統擺開的顏色或其他東西 令旗裏還有一些可以瘦些龍在那裏 我們稱為龍旗也是令旗的一種 有時我們看到廟前面有兩個大燈籠 現在的人已經改了 以前傳統的燈籠應該是這樣的 現在改了一些橢圓形的大紅燈籠 其實以前傳統的燈籠是會用這些燈籠的 有些廟都仍然在用這些 有些可能他們找不到以前這些舊的貨物 他們就會用一些新的顏色 其實看起來這些廟會有傳統的味道 然後我們是如何刺繍 如何做一件刺繍用品 好的 其實我們師傅也很貼心 他考慮到看照片都看不到那些刺繡品的手工 所以師傅今天和他的團隊帶了很多實物來的 我們現在有請師傅手而欲報 先介紹完 接著我們就會傳閱 傳完之後 如果看完的話也麻煩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傳完之後 我們才會去做一個盤金的示範 我們今天也很榮幸請到一個有傳人的 一個年輕的刺繡師 稍後會和大家示範盤金 我們現在先給實物 因為其實看照片始終有距離感 而且你也摸不到它的真實質感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實物了 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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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師傅 我也想就廟宇的次序給你們看 神衣就不會傳了 你可以過來看 首先我們看看或近距離欣賞 其實我很想說一件事 除了它用後 其實我中間是想說一件事 因為我可能是做瘦花師傅 其實你也可以欣賞中間有瘦花的技術 還有我們現在瘦的圖案 全部都是比較承傳下來以前舊的圖案 絕對不是現在新的圖案 新的圖案我看到現在有些電腦 證出來或織出來都會有 這些不是全刺繡 因為始終他們每年都會更換 有些神像未必做得到全人手刺繡 這就是我們叫做手推的 就是半人手刺繡的手工 待會示範的是全人手刺繡 現在我們可以傳一傳看看這張橫飲 這張先 這張是小張的 這個可以碰的 全部可以碰的 不要緊 你可以近距離看 整個造型都不同 其實小張的造型可能不太生動 因為它的面積小 就做不到多少 待會你可以看看我們示範的那張 它會比較生動一點 大張的橫飲還不僅受八個仙 是金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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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這一件是混金綫來的 接下來 剛才我講到的 比如大張的那些 其實不僅有八仙 它左右就多受兩個才白星君 就是才神爺 其實通常有些大張去到 我們以前說的 一象那些大張 一象圍到14英尺左右 那些左右還會多兩個才白星君 接著到台圍 這張台圍 好 好 好 台圍因為面積大了 公仔就會比較漂亮 這一張都是八仙 但是不同的造型 剛才你看到很多圖片裏面 是有 比如雙龍 或者是蓮花 雙鳳 龍鳳 都會有的 好 現在可以看一下 或者也解釋一下給你聽 雙鳳 不是 全部刺手 全部刺手 我們做了一件事 除了你們出了個心去送之外 我們其實做的時候 都是用心用意的 不會頭頭其其做下去 師傅 一張可以看一下 或者有些是受神明的名字 天后娘娘的那些 隨意寫下去 另外這裡 因為我們現在都開始做廉尾 廟還神的東西 我們有樣板會逼出來 這些就說明是 可能是眾信弟子 記住 我們又不可以贈 又不可以送 是要奉 這個禮貌一點 可以傳來看 這張會瘦得精緻一點 因為它大張 剛才那張橫飲比較小 我也考慮到 有時候你們拿橫飲 有些網絮很容易卡爛 所以我就拿一張小張 可以近距離看看 或者你可以摸摸些 我們稍後會傳出去 不如我們先解釋 解釋一下 好 八仙都是廟裡常見的 我們都當是一個吉祥圖案 但是我看到這個 跟之前的有些不同 有些配搭又不同 有些配搭的花不同 有些松樹 有些蓮花 有些其他草草 花草 其實就是令到他們的圖案 豐富一些 他們的意思 都沒有特別 沒有說 八仙一定要在山上 在草地上 不是這樣 主要就是看整個效果 我還想說一點 八仙其實每一個八仙都會拿著一個法器 詳細我不說了 你們可以自己再查 其實我們這個法器裡面 有時候地方面積小的時候 我們又想要做一個心意出來 我想收一個八仙出來 但面積可能是太小了 沒有八個菩薩養出來 我們就會拿他的法器 我們俗稱叫做暗八仙 暗八仙的意思就是 他拿著幾件法器 例如鐵拐利拿著葫蘆 中漢利拿著巴椒線 我們授了象徵式那幾個法器 就代表八仙就在了 就是這樣 八和大家好 我陳寶遊戲 還有一個是拿著花籃 有一個是拿著魚鼓 大家最熟悉的何仙菇 就連花 大家待會欣賞的時候 可以順便看看 其實八仙的法器 每一個都不同 這張都做了整個月了 但是我們會分工做的 其實一到年尾都要更換更新 如果一次過 到10月才做 就算現在八月我們已經開始做了 因為做不及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會分工做 因為如果每一下就去換線 車完綠色又車完紅色 車完紅色又換白色 就會很累 很浪費一點時間 所以做的時候有機會 就是他做開那隻顏色 就讓他做開那隻顏色 全部一辣過 但是幾個車位是完全夾開的 這樣做法 就會比較快一點 這一隻就是機獸的 一會兒那隻就是手獸的 我們想表演給你們 或者表達給你們看 就是想 因為我也帶不到機器來 也可以說回一個小小的 舊知識 我們現在覺得手獸很矜貴 但是以前不是 因為以前每個人都有雙手 但是沒有什麼人有機器 機器才是矜貴 所以以前練習了出來 所有人的獸花會很漂亮 但是他們未必會用機器去獸 也沒有這樣的機器 可以用 所以在以前再推翻很久的時候 你看到機器獸的 可能是有錢人才能做到的 就是這樣 一般人都是靠對手 所以也可以訓練到獸花會很漂亮 還有其實做一張台位 是牽涉到很多東西的 不是就這樣做下去的 一會兒我可能有一點 可以說一會兒在這裡 會說一點點 我們如何由第一步去做這張台位 首先當然就是可能要畫這些公仔 一會兒我再慢慢說 我有帶了一些材料過來 可以先看這張 接下來就會長番 也是跟廟大小尺寸的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是裝飾的 如果廟大小尺寸開 有對長番在左邊 就左右會有的 這對是另外一個 以前他們舊傳統的廟 用開的一隊隊 剛才我說的不是這隊 是護國秘民天后爺軍 這隊是特別訂造的 反過來 這個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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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們很敏感的 中文字 這隊是在這裡的 現在的人已經亂七八糟 不過大家也分享一下 他們現在有時候做海報 或者其他成的那些 你會聽到他們說的一件事 叫左橫右直 就是說如果橫的字 他就全部一定要這樣看 這樣 我說不是的 有時候一間廟上面三個字 天后廟 你看到我的手也是這樣 我們傳統的人習慣了 他竟然可以這樣就這樣 我覺得如果只有幾個字 你就不應該這樣 你有一段文章 或者你們已經不懂得看 鏟著看 當然做不到 剛才你看不到我的旗 其實我也想說 現在的人越來越不跟我們傳統做 那些旗 我們應該是由這邊提過去的 你看到我們做的事 都比較傳統的 有時候有些人以前做的 我們都會很多口地告訴他們 你可不可以這樣轉過來 因為你要一直錯下去的話 跟著下來的人都會跟著你錯下去 因為我接手做事 上手做是這樣的 我就不改了 所以我每一個客人都會很長氣 說你今年改不改 有些人都會說 我不發揮了 我不改 也會有的 我們都是尊重客人給錢 客人做 但我們就告訴他們 整件事的原意 好 這就是一對長番 大家傳來看看 今天我帶來的 都盡量都是我們工場 就是用手推銷的 其實我們工場還有做全次收盤金的 可能你們都知道少少歷史 不是 都知道我 因為都是說熊運秀莊 秀莊 其實有大部分是做群化的 你們租群化都會去秀莊租的 其實我們還有大部分 我們是做人手的盤金的群化 今天就不是這個演講的範圍這樣 這個就是想說 在看這裏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 這個應該差不多 還有一把魚線 小線 你拿吧 這把是迷你裝的 因為有些 家中自己供奉的菩薩 很細很迷你 我們就大小都做的 你看到相片的 其實都有60cm 80cm 有這麼大件的 日月 反過來 其實你看到我們做的 很傳統的 它是朝對的 這個龍頭向這邊 這個鳳嘴向這邊 其實是分到的 我們做的 所以我在這裏 為什麼要說 要多說一些 其實你看到來 好像是差不多很普通 但其實我們做傳統的人 傳統的師傅 我們就很執著這些 我們不會讓他錯 不會讓他亂來 其實現在 真的開始很亂來 左右是完全不分的 還有我跟他爭論的時候 還要剛才跟我搏 左還右直 我都還不給他看 好 師傅 你這個日月 是不是指日神和月神 還是 是 做個補充 日神和月神 是周公和桃花女 大家去廟的時候 都會看到 廟頂左右兩邊 會有一男一女的神 站在那裡 其實他們就是 日神和月神 說做龍鳳 因為鳳王是很 龍來的 是不是 龍來的 你不要騙我老花 是龍來的 鳳王待會再有一段 很大的故事 但我們現在做給神明的東西 或者我們用的東西 裙靠用的東西都是以龍鳳 鳳就當它是女性那邊 痴性那邊 然後我們查了很多文獻 它可能是 鳳也是紅性的 這些 再一些文學的東西 就是我們是慣用 以及在之前皇帝時代 都是這樣用下來 這些就是另外一些歷史去考究 我們用的東西就是這樣用 龍鳳 龍就是代表藍的 鳳就是代表淚的 鳳就是代表淚的 就不要再咬它 鳳一間又說是紅性的 這樣 好 可以隨便看 我也想說一下 做這把雨綫 其實也有一段時間都失傳 因為其實我做了工廠這麼久 其實有些東西 中間真的未必一定 是請到上班人 接上去 我也不是全部的東西 我都是完全自己接觸 做 親手是專門常做的一件事 我只能夠知道它是怎樣做 怎樣做出來的效果 以及我見過的效果 是我需要是怎樣的 你看到那把線是 就是巴蕉型的 酷的 他們就是不會做這些效果 如果是 你知道現在很多都是 模仿又模仿 那就拿個外形就算了 我也故意給你們近距離看 原來 一把巴蕉線真的是酷的 鐵線是咬的 一定要用鐵線咬這個形狀 才會像我們那把線 不是平的 應該就是這樣 好 可以再看看 我剛才說過的 神衣就不傳出去 這頂就是 剛才說的 其實是很精緻的 神帽 有大有小 這件也是算小的 剛才這隻帽子的形狀 我們就叫平天觀 天后阿馬 通常都會戴這頂帽子 除了現在的 新潮了一點就不算 正常這頂就是 傳統天下阿馬雀的帽子 全部是紫皮的 以前就是 基本少有的元素 就是這樣 剛才師傅講解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每一件配件是什麼 不如現在有實物 再說一次 這是什麼 這是腰帶 由衣服開始 這件大件 或者是小件 小件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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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整件都是紫皮 因為以前用的物料元素 就沒有那麼多物料 其實就是 可以看下去 油甘油下去 好 一件神袍 下面會有一條裙子 那裙子有時是綠色,有時是紅色,這些是不用深究的,兩樣顏色都可以 就視乎它用開是怎樣 就會穿上去,整套就是這樣 然後腰部有角帶,有角帶扮著腰,打開 神醫我們是不會傳閱的,我們尊重神明,稍後有興趣的朋友,完成了講座的時候可以慢慢看 可以盡量小摸它,盡量看 其實這些角帶都像我們平時見開做大戲的形狀 我們視乎菩薩所用的圖案,跟著它的刺繡 其實做這些所有的神衣,橫飲,都有一套的花 它不會是左拼柔柔柔,不會突然間這個就變成龍,這個就變成鳳 都很少這樣 沒有的,它是裝飾來的 你看到,這個應該是水財神的腰帶,它有些金錢秀 其實都沒有什麼,就算你秀個花,它也是一樣可以的 在肩上,說漏了一點點 在肩上就會有一個披肩 所以整件衣服,跟阿馬換了妝之後,其實它都很威嚴,很漂亮 其實為什麼每年都換,因為人們都要換衣服 所以阿馬到了過年,或者天后彈,都會跟他換衣服 白色那套是天后,是觀音衣 白色那套是內衣,我都說好像人穿衣服 什麼都齊齊的,先穿內衣 還有一雙鞋子,雖然是放的 這些也是以前傳統的款式,所以都要拿給你們看 其實你看到現在可能有些不知怎樣的鞋 或者真的放一雙鞋下去,但是以前真的找紫皮 就是找手工,找心機去做一雙 覺得自己可以供奉給阿馬的鞋子 這雙鞋子 都齊齊了,只是大隊的,不用了 好的 龍騎可以看看 龍騎拿了對聯,拿了龍騎仔出來 這雙鞋子 有時放在廟外面有一雙鞋子 都是裝飾來的,沒有怎樣特別 但是龍騎,剛才我提到的 他有一個令騎的意思 這張就比較大一點 正常那些應該是兩尺三尺 不會有這麼大張 其實都可以看看 我們做期的手工 差不多 等你看完之後 一會兒我想講一講 這個神佛是給觀音袍襯托的 觀音袍會不會攤開給他們看看 不用了,這些台位不用了 觀音袍 對,觀音袍 對,觀音袍 是,這個我等你們看了一點點之後 我就用時間講一講 大家欣賞著手上的刺繡 我都希望有請工作人員 我們做個盤金的示範 希望示範的過程大家儘量留在自己的位置 我們會儘量放大給大家看 是的 或者也講一講這張有一點點不同 這張就是全刺繡的 刺繡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這些是用到這些地方 我們就叫做用盤金去做下去 在這些平線裡面 彩色線裡面 如果我們再圍了一些盤金 就令到那件東西更加名貴 或者更加搶眼一點 所以一般我們做手秀這些 我們都會用平秀加盤金 當然,為什麼呢? 例如麵等那些酥成 盤金的金線是比較粗的 如果用盤金的金線 就顯示不到眼耳口鼻出來 所以就兩樣配合 現在就是 當是我徒弟 現在就是會做一做 就是我們圍一圍 現在這個 這個叫中漢尼 應該是吧? 那巴巴招線 不好意思,如果說錯了 你們就和我更正 那就會圍一圍給你們看 那你盡快 在他為之之道 你和我講完 我想拿 我 沒有說 我們給點掌聲 很難得 我們分成年輕人的次壽司 很坦白地說 香港是一個頗利益和金錢掛稅的社會 真的很難得 希望多多鼓勵年輕人 我們每一個行業都需要有全成人 要不然其實我們本地很多藝術 我們很多非密質文化遺產的一些手工的工序 其實都很多師傅跟我說 你面臨這樣清黃不接 很多年輕人 第一,怕辛苦 第二,想有一些他們認為是比較體面的工作 所以其實都希望大家大力支持年輕人 沒有的,現在所以有時候會辦一些工作 其實為什麼會難入行呢 因為其實真的如果學習這件事 如果要生活的話 要交租要吃飯的話 是搞不定的 我代觀眾問多一點 師傅八仙瘦一個要多久 這些人手瘦的久了 這八個八仙都要瘦了成一個 沒有,那麼誇張 一個月多一點 剛才你看到他整張做起來才一個月 只是瘦這八個八仙 有時候為什麼我們會零零四四瘦出來呢 這個也不是瘦出來 只是要來表演要來玩的 它有用的 我們會脫地 剪掉這個八仙出來 接著就貼下去 有時候的位置可能是拿不到下來的 掛好了的 我們就會貼下去 或者有時候我們做好這些的時候 也會快很多 如果我想做一張台圍 我立刻可以貼個八仙下去 那我就不用再重新再瘦了 那麼我們中間呢 剪了出來再貼下去 那個技術呢 是補出來一模一樣的 你是看不出來的 反而你會覺得多立體了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都會做的事情 有時候你也未必看得出來的 或者你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打個招呼先 不用這麼急 大家好 我叫Leon 他也不擅長說話 不過學了多久 學了多久 學了年紀 他也算快 因為 或者我跟他講 你瘦吧 八個小時 他以前學的時候 每天都有八個小時 不停地瘦 我們講過我們怎樣聘請一些 我們都要聘請人 當然了 在香港聘請人真的聘不了 但是我們在國內聘請人 我們聘請人的時候 我們怎樣聘請一個 可以入職的壽花師傅呢 我們一進來 什麼都不跟他說 就叫他跟著這個位置 打他兩天 不停地瘦兩天 如果他覺得手又累 又沒有耐性 這個就可以拜拜 他兩天都很心機 不問你不停地瘦 我當然有指示給他 要打什麼 基本上他來得見功 可能他也會少許針指 就是告訴他 有時候工作坊 都會很快地教給別人 我怎樣怎樣 轉角技術 講一講就可以了 講一會就可以了 他掌握了少許之後 當然都是受一些簡單的圖案 但是我第一個建功就是考耐性 因為做這件事 沒有耐性 是第一個可以訂出來的 另外再考它一個叫做 靈活性基基景勝 以及對那件事的觸覺 因為很多時候 剛才我想找了一個花稿 可能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盡量看看能不能找到這件事 我們要做這個稿 當初我畫了一個稿 只是畫了一個初形 眼耳口鼻我們都不會畫下去 只是畫了一個面形 然後他就憑他們以前做的經驗 或者憑獸花的觸覺去做 剛才眼耳口鼻都容易一些 有時候那些衣服的配色 或者渣的東西 他們其實只是給一張很小的照片去看 或者他看過以前的實物 現在照這張做 憑記憶 所以每一張做出來 這些刺繡的東西 可能這個是灰 不過用開通常都不會錯 新的時候 可能這朵新的蓮花 有一個比較深色 有一個比較淺色 都可以做的 我們不會規定 這隻綠一定是這隻綠 我們不會 有時候有些會做了 這個綠色 這條帶下來 可能他用兩隻會做 我們都會接受 有時候我們都要任由 那個獸花師傅去自由發揮 所以 因為那個鏡頭問題 我免得浪費了他的心機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還沒盤金之前 那把線是什麼樣子 我們看看鏡頭是否配合 好了 那你告訴大家 哎呀 你是哪一個位 那 那 他還沒盤的時候 就會是 正是受了採線 盤完之後 我們就盡量 會用我們的金線 因為金線也是粗 會圈回這把線型出來 你就會慢慢會 這個這樣看到 和我們製成品的時候 加了盤金之後 他的效果是特別突出了一點 我見大家很喜歡拍照 給大家一點時間 先拍照 我們稍後 就正式盤金奉上去 我們盡量開車 看看大家看不看到角度 哇 是 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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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也說多一點 因為正常 我們真的要授花 真的要授成品的時候 這樣會授得很慢很慢 是不對的 只不過現在是 因為就著鏡頭 就著你們可以看到 就變了 有些位置是相遷了 也有說一點 有時候我們套這個 我們叫功夫架 也可以介紹一點點 如果用人手授 很多時候都一定要上功夫架 上功夫架 也有一定的技術 因為這個功夫架 會影響你授花的速度 一定要有功夫架 要拉到它 全部有些力學的東西 你看到它是古老的木 古老的框 原來它中間有些很傳統的力學 要拉到這個架 現在這張不是很合標準 因為可能經常都要拿出來表演 或者給你們看 弄鬆了很多 我們要拉到這個架 是一塊平板那麼直的 為什麼呢 當你無數的 幾千針 幾萬針 上上下下下的時候 一針 省一點 就差很遠 它拉得很遠的時候 一針上一針下 是快很多的 你看到它是 還有我們手授盆金 你看到是 不跟你們一般在面頭拉扇走的 那些瘦的 好像蘇瘦 平瘦的那些 那些瘦花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應該正常的 很傳統 很正規的 就是手在下面 手是把一針 一針下去的時候 就馬上彈上來 那大家是 心和左右手 是要配合得很好 才可以受得快 其實如果這些瘦花不同 我們家庭識瘦 或者 都是這樣說 以前我們可能是 嫁衣都是媽媽 瘦給女兒的 可能是三年兩年 長年累月慢慢瘦 但是我們始終都要做成品 或者人家 替我訂購嫁衣有個時間 如果我們瘦得慢 是影響了那個進度 所以其實 做這個工具的時候 就一定都要 什麼 功欲善其器 必須利其器 功欲善其器 必須利其器 所以一定要做好我們的功夫架 這裡可以講一講 趁著它瘦花的時候 我們講起 其實我們瘦花 是不僅止這些瓶瘦 不僅止這些盆金 你看到我們的貧荷 很多時候都會突龍突鳳 其實以前的台衛橫飲 可能沒有換得那麼密 的時候 送出去那些 或者做出來的 那些售工會 會有很多 很多都是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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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瘦瘦 他們會怎樣做 因為現在帶來 都是就回現在平常人送的 那些 我就沒有帶去那些 以前很舊的 那些橫飲 都是瘦的 我們就拿了 我們現在做開裙花的那些 做開一塊 一塊 你等一下 要塞些棉花 要塞些棉花 不用看著 你看到 如果我們要塑一個立體的 突出來的圖案是怎樣做的呢 大致上 反正都是有個時間 所以我就解釋一下 我們要塑的工序 首先 如果我們要塑好一件物品 剛才說了一點 就是我要畫了一些公仔 想塑什麼 就畫在一張紙上 以前我記得很早的時候 我聽前輩先輩說 以前不同現在的制衣方法 是畫了一張圖紙 針了洞 可以掃進去 可以用很多次 以前 經常說工具 什麼都不夠的時候 他真的手畫在這裡 每一張都是手畫在這裡 想塑什麼就畫什麼 現在這些都不是這樣 就是會做一張圖紙 在一張白色的圖紙裡面 畫了一些濃濃縫縫 接著就針了一些洞 在那裡 接著就塑了一些塑塗粉 那就令到 就 看不看得到 是 令到他看到有些白色的 白色的粉在那裡 白色的圖案在那裡 我們就跟著這個圖案去塑 你看到這個圖案是不精緻的 所以其實我剛才有說到 要那個獸花師傅 對這個圖案的觸覺 或者他的技術 他自己去判斷他怎樣塑 所以每一個 其實真的如果每一個 手手出來的話 都有獸花師傅的靈魂在這裡 我經常都說 機器秀的東西 可能你看上來 都挺好看 挺齊整的 但我們看上去 就好像很死板 但如果我們每一件 都是人手做出來的話 其實真的很生動 很活動 而且真的很精緻 現在我們又說回 平時我們修開這些平壽 都沒有什麼所謂 現在我又說回 如果我要修一件 是立體的 會是怎樣做呢 這樣呢 不太多 用個visualizer 不如 都不要緊 這幅可以傳給你們看 因為我講了給你聽 是嗎 鋪上去就可以了 鋪上去就可以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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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已經在那裡了 不用了 就讓他一直錄下去 鋪上去 鋪上去嗎 好啊 鋪上去就可以了 這裏 這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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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不大問題 因為我只是做了少少樣板 本來今天也沒有打算要講這個部分 不過看到現在ET 因為我也有多時間 我也想起這裏 這個技術和這個做法 是啊 這裏 沒有看到這裏 看不到,斜斜 也看不到,不要緊,這顆東西就像一顆豆一樣,像石仔一樣 怎樣做的呢?之前可能是一朵這些花,是這一塊來的 是這一塊來的 這塊東西我想要做去立體,平時感受就可以了 現在我想它立體凸出來,怎樣做呢? 大致上也分享一下 我們會跟著邊,先包布裡面 跟著線條位,先縫布在表面,留了一點洞 那些洞是很小的,我們有些專門挑棉花的針很小 有圓的有扁的,就留了一個很小的洞 跟著就會塞棉花下去,因為洞本身是有彈性的 那我瘦布的時候就不需要留位了 就把它塞,有時候喜歡塞高一點也可以,低一點也可以 也是這樣說,也是瘦花師傅本身的觸覺 有些人覺得這個位置要立體一點的,高一點的 那他就塞多一點棉花下去 塞完棉花就變成這樣了 我們就要收了棉花,有個邊口,散口,不好看的 那我們就叫做收皮 通常會用四口的銀線,先鎖邊 跟著就在這裡裏面再縫下去 那縫起來整個花就會立體的 大概是這樣,清不清楚有沒有用的 對於這個瘦花,其實這個比較簡單 應該很容易理解到 如果你待會可以傳去看看 因為這一件就是我們經常 要來示範給別人看我怎樣瘦的 待會可以傳來看一看 放進去棉花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都可以可以看一看 是 蛤?拆了 拆了 拆了 所以剛才拍照看不到 是 那三粒仔,很細粒 都開了被子 都開了被子 填了 如果不填它的話,那塊布還是散口 要再掃了 要啊啊,要掃,要掃,要掃一些痰言 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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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還要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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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掃的花紋 剛才我都說了,掃的花紋不會很精緻 是全靠獸良的經驗 就是獸花師傅的經驗 去處理獸那件物件 在那邊 師傅有很多年的經驗 但是真的不下手下腳做 其實很難將他的事講到給大家聽 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些某程度都是一些工藝品 不是說一些文字可以描述到 所以我們會不會跟師傅都有一個合作 接下來12月 多謝師傅的設教 我們會不會跟師傅有一個合作 廟宇文化工作坊12月是做子孫帶 子孫帶是什麼呢 穿過裙垮的朋友就應該知道 交給師傅說 子孫帶以前是很重要的 每一套垮都一定要放一條子孫帶下去 隨著時代的變化 可能這十年八年 可能見到那些垮就不見了那兩條子孫帶 我們經過一直聊天 對 子孫帶應該是告訴我們 接下來的新人或新人 原來以前我們傳統有這個文化 你加或者不用 或者用 加不加下去 就可以另外一個選擇 所以我們會提倡 不如我們給多些知識 我們知道原來子孫帶是怎樣用的 也感謝他給我們機會 可以開班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怎樣可以收到這條子孫帶出來 其實裙垮的這裡有兩條 龍鳳這樣 現在應該很少人見過 因為師傅很貴 這條子孫帶 這兩年好像比較興奮 有些人拿出來用 今天12月有興趣的朋友 留意我們環迷委員會Facebook IG和我們官方網頁 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工作坊是免費的 只要你有心 不需要 我們委員會會全資贊助 這些當然不告訴你 有興趣的朋友 就真的下手做 因為坦白說 我們委員會有很多合作的師傅 他們有很多本領 我們很努力地幫他做一個講座 但其實發現這些本領 其實全部都是對手的技術 根本是用文字 用照片 其實全部都是講解不到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全城 師傅教你 你自己做 工作坊是三小時的 自問搜定 眼有OK的朋友 記得報名 是的 要有基本的掌心線 不然你會阻礙其他成員 一起製成那個時間 因為我們之前也做過幾個工作坊的經驗 一定要有一定的 不然你真的拿著針都搖搖搖搖搖搖 你真的會阻礙其他時間 所以你也要體諒自己的小小 也不用太聰明 我們會教你基本的 刺繡如何轉彎 如何做到這件事會漂亮 其實這裡也有些時間 可以說 一個刺繡下來 是有很多基本的技術的 我們主要教你基本的技術 最簡單的就是轉角 因為我們的金線比較粗 如果你看到多粗 以及我們兩線走 如果普通轉角 是會圓的 為何你看到我們瘦的 有這麼漂亮的 直角都可以出來的 這樣就有些少許技巧 還是有關係 到時早些報名 真的不是文字 可以說出本書教你 不是說你看字就懂 真的要有個師傅教 很多時候觀眾朋友說 三個小時用不需要 好像我們剛剛九月 都是在文物探知館 我們在活動室樓上 搞一個扎燈籠 扎一個兔子急燈籠 很多朋友都說 用不需要三個小時 結果我告訴你是什麼 個個都留堂 沒有人在三個小時內做到的 其實也很難得 因為還有師傅 肯公開地教學 黃師傅在文化傳承 和推廣方面 他真的出心出力 又出錢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浪費這個機會 有興趣的 報名 覺得自己不太行 把信息發放給身邊的朋友 也想說一句 因為我們以前學師 師傅真的教七成 到了我們這個年代 已經再少人學 再剩下七成 我們就和委員會 研究商量好 現在我們要全教你十足 所以我們好像 背叛了師傅的承諾 我們不應該全教你 但其實我們也覺得是這樣 如果現在不把我們所知的 所認識的 或是拍了紀錄片 或是親手 紀錄片 有時都未必看得到這麼精緻 我直接告訴你 原來這樣轉 你用手轉過 你就知道 原來是怎樣 拿到一個竅門 快很多 也懂得欣賞 剛才好像說 原來你看到一個燈籠 可能很簡單 二十元隻 幾十元隻 原來做幾個小時 原來這樣 等於我們這些設施 你看到 可能瘦巴巴之線 快狂 都要瘦幾個字 真的希望大家多點留意 我們手工藝 如果有師傅肯承傳出來的文化 你就真的要多點去參與 我們經常都說 你不討論 你不留意 然後我們身邊本土的 我們這麼漂亮的工藝 其實就會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的 我們委員會認識的師傅 都真的好師傅的了 那個年紀 是啊 差不多了 都應該 剩下兩條線 是 剩下兩條線就行了 都有說少少這個 盤金的技術 它正常是行兩條線的 有時候有些細的位置 只能夠走到一條線 它就會用一條線來走 其實給一個 我們叫做 這個叫做線靶 其實都是他師傅的靈活地運用 不是一個死板的工具 其實我們去刺繡任何一件事都好 其實都真的要說回 他對這件事的感覺 然後他們出來的技術 每一個人都不同 例如獸花 有些人用右手 寫字都一樣 有些人用右手會快些 有些人用左手會快些 有些人用右手會快些 有時候我們會就著 我們做事會快些 這個工夫當然是特別小的 有時候我們在工廠要做 要長一點 左右 前後要做兩個師傅 所以最好這個是左手 這個是右手 我們這樣配那件東西可能會快些 或者獸良在做事的時候 我們也來一些對答 或者有些問題我代觀眾先問 師傅其實這些刺繡品這麼漂亮 剛才我們介紹的那些 全部都是供奉在廟宇裡面 是 如果我們真的很想支持傳統的藝術品 我們很想支持我們本地的藝術品 我家裡可不可以放刺繡呢 可以可以 以前那些屋以前也記得 有個叫金玉滿堂 有些百料潮王一些畫的 以前每個新屋入伙都送畫的 我爸爸那時候 現在我家裡還有一張 不過就不一定是刺繡 其實在家裡 可以用到我們的刺繡用品 好像以前 我們有一張三色 以前舊式的家庭 會有一張三星桌 都會放一張台為福祿壽 在那裡 其實這些是以前的刺繡用品 是很入屋的 每個人都會用的 最記得的是 刺繡用品 是最常用的 幾乎每一個人 以前的家人都會用的 就是做背帶 背帶中間的心 什麼什麼平安 幸福兒童 不是 現在很流行的 幸福兒童 不是的 忘了什麼平安 那些簡單的公仔 都是媽媽或長輩跟他瘦的 都會瘦的 最常用的是什麼 幾乎是有小朋友 是有家庭都會用得到 其實以前的刺繡就是這樣 如果現在的話 送禮的機會 送給長輩 有個壽字 壽字的刺繡 有些裙子的外套 有些時裝的外套 我們都會加一些刺繡 希望多些 你們會接觸到 這些刺繡 原來這麼漂亮 多些接觸到 就開始把文化 逐多保留下去 或者婚宴的時候 買一塊提名簿 是的 婚宴的時候買一塊提名簿 以前又流行 這些都是刺繡 可以帶回家 現在少了人用 應該我們把它放上去 所以我現在在說 我這裡不說 然後又沒有人知道 是嗎 是真的 你們應該記得 我們應該都有 差不多年紀 應該就 六字頭那些應該就會接觸過 我們擺酒的時候 真的有塊提名簿 給別人刺繡 是的 真的 不要覺得刺繡 刺繡一定是 刺繡是老套 一點都不老套 不一定說 好像廟裡才看見 其實不一定 你說我自己有能力 我又想支持一下 你買一幅的壽字 靚靚仔仔 用鏡框住他 放在家裏 做個裝飾品 陳設藝術都不錯 都不錯 是的 用多些推廣 多些接觸的時候 希望多些人會欣賞到 近距離欣賞到 以前的屁面 全部都是要搜 現在我還有些存貨 以前屁面 你也懂得說 只有屁面 它不是一個袋 要你自己弄 要你自己買一塊 買一塊沙布自己弄 要摺四個角 就像這樣 以前很多人手人手 現在已經瘦好了 說時遲那時快 已經瘦好了 功臣走了 你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給點掌聲 即場示範 也有壓力 鏡頭這樣拍攝 過來說兩句 介紹一下哪一部分 你剛才立刻做的 在哪裏 我都不知道 在這裏 剛才有拍照的朋友 可以看看 他本身還沒有盆金 盆金是什麼 金線 剛才拖延了很長的時間 他就已經做好了 就完整了 完整了 我們故意收留了一個位置 出來給你們看 然後可以比較 即是 真是名貴了 漂亮了 即是多了盆金下去之後 其實我們都 不過我們專門都是 打算推廣盆金 即是第二天 你們開工做科的時候 都是學盆金 就不是學這些彩色的 平壽線 就這樣 學習有沒有困難呢 你都可以看到 他加了盆金之後 那個圖案是立體了 是的 也有燈打的時候 也會亮 還有這些金 保持的時間 都會很長 都會這麼閃亮 那盡量不要洗 因為其實有些機會 是有些地方 是縮水 有些地方是脫色的 原則上 用的線 用的線 都不會脫色的 應該都是 但應該都盡量不要洗 是的 好了 大家等了很久的環節 終於到問答的環節 我們做完問答之後 大家就可以隨意 下來的功夫 教導欣賞 或者看回剛才那套神意 在場的朋友 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平時師傅 真的躲起來 默默做 很難先抓他出來 一個公眾場合 在場的朋友 有沒有問題 想請教的 沒有 完全 完全明白 這麼好 說得很好 因為其實 真的不太懂得說話 其實 你叫我做事就厲害 你說我怎樣做 我就說幾個小時 但是說話 我也怕自己說到一九九 希望你們聽得懂 就是這樣 不用問 沒有什麼要問 只是明白了都可以 今天也算是 很少接觸 通常我們邀請老師傅 做講座都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 希望大家明白 不是說真的三言兩語說到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 三言兩語在講座上 就可以做到一個全程的效果 我們希望達到一個最基本 就是 起碼教了大家有這一種藝術 大家要懂得欣賞 怎樣為之好 怎樣為之不好 最簡單 什麼是機秀是怎樣 手秀是怎樣 剛才師傅都很好 帶了他的作品出來 大家都基本上欣賞了 現在大家可以自由下來看看 通常大家看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問題問 到時候可能大家隨意 不用這麼拘謹 我們也是做文化傳承 可以 可以 其實我想問 有問題 請說 我其實想問一下這些 用不可以用的 還是他們真的 都盡量不要用的 盡量不要用的 有時候我們會撥到一些水積 污糟了 我們都會局部清洗 然後再燙它 不會說一濕水就會完全壞 但是盡量不要洗 因為它包括不同的物料 有些是線的 有些是金線的 有些是布的 有時候會縮水 有時候會某個位置 你控制不了它 會不會掉色 原則上我們用的材料 是應該不會掉色的 放很多年都不會脫色的 但是問題是 都擔心它出現那個問題 所以盡量 如果我看到 有時候 如果某些東西是髒了 其實你盡量拿給我們 看看它的破壞程度 可不可以局部清洗 盡量不要說 我捲住它 或者很懶惰的 我反轉就可以了 等洗機洗完回來就可以了 其實也有人試過是這樣的 都不是很差的 只不過是拿在一起 然後讓我們 有得救 有得救 但是讓我們去燙 但是燙回來的時候 還要說一些 其實我們授完一件東西 那個燙的過程都是很重要的 是要拿著燙 搭著燙 我們譬如現在授完這幅 我們要拿回它的圓位 每一個授花都會把線 拿著一點 把布拿著一點 就是這條直線本身是這樣的 收完之後 應該就套了一點 下去的 那麼我們 這樣的情況之後 會怎樣處理呢 我們會把它拔出來 直線的位置 對著那個平線的位置 把釘放進去 然後才燙好 然後隔它一晚 定了營 明天才再建釘 那件東西 才會跟我們之前的線條位 把縮了的位置拔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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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 其實剛才洗完之後 拿著一注之後 用我們的技術去燙 如果那件事 就是剛才我都說 因為線條應該正常不掉色 如果你不是把線條很重要的話 原則上燙回來 其實也有八成的 這樣 其實也是不建議你們去洗的 其實就是這樣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 師傅 親眼看到才懂得 問你如何去欣賞 如何去說好還是不好 也可以說一下 其實這樣說 以前真的拿起手針 其實也有一定的技術 因為剛才說 在家裡也可能要瘦 瘦什麼帶 瘦瘦的手巾 我們經常看電影都可能 瘦瘦瘦巾送給人 或者瘦瘦什麼 他們會有一定的技術 其實瘦花 其實本身應該都會漂亮的 後來轉了做商業一點點的時候 才會有些參差出來 怎樣看一個漂亮 其實都是用心去看就能看到 其實一件東西 你看到它其實是舒服的 你看到它是什麼 清楚的 配色或者其他 各個瘦花師傅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有一件瘦品 看到它配色或者做的時候 都很心機的時候 我們都是說開店 都是要來賣 有時候那件東西 我們都不捨得賣 留起來 你買旁邊那幾件 那件就留起來 所以現在留起來 都有一件好處 留起來 現在我們想拿出來說 或者拿出來展覽給你看 那些就會比較精品 像剛才你看到 那張大張那張台圍 的確是瘦得比較精緻 小張那張是瘦得比較粗 因為它始終都是人手 它真的像我們畫畫 或者瘦花畫畫 都是一個工藝 它真的有差別 這個是阿們 阿們 感谢观看